好嘞接下来跟大家讲第二个新闻 其实也是相关于中美两国这次防长的 这次对谈交锋周边的一些新闻 而且大家可以从周边的这种啊 就中美两国防长周边的这些新闻 其他的这些国家互相交锋的这些新闻 大家就会有另外一种感觉 我相信各位一定能体会到另外的感觉 也就是中美两国这种影响力互相的交叉 以及中美两国在其他的国家所失利 其他的国家如何看待中美两国 其他国家的选择也就代表了中美两国的未来影响力 会有多大或者叫会有多小啊 这也算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啊 而且也能够看到啊 比如说像美国的小老弟们对不对 五眼联盟之类的这种国家 奥库斯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们的一种表现 然后他们到底想要干嘛 作为美国的小老弟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的这种做法会不会成功 如果成功 可能中国会被会被影响 如果不成功 美国就会被影响 总而言之啊 咱们可以看看周边的这些国家 周边的这些新闻 相关于中美防长会谈 周边的这些事情 也能够判断中美两国未来会如何 好嘞 先跟大家讲一个啊 美国的小弟弟啊 美国的可爱的弟弟 加拿大的一个新闻啊 先跟大家读一下这个新闻啊 加拿大的防长再批中国军机行为不专业呀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据路透社的报道 阿南德在新加坡参与 香格里拉对话会对话会的场边对话期间说加拿大啊 政府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这个问题 但他拒绝透露是否已在对话会上向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提及这个问题 仅说啊 我在这里正与一些同行会面 这个新闻我不用往往往往下去赌了吧 再跟大家赌一赌啊 就阿南德说啊 就中国军机啊 对加拿大军机的拦截是非常令人担忧和不专业的行为 加拿大需要啊 确保加拿大飞行员的安全保障不会受到威胁 尤其是他们只是按在按照联合国认可的任务 要求对朝鲜进行监测 大家不觉得很可爱吗 就是美国的这些小老弟们真的是很可爱 你能感觉到他到底在做什么 以及他现在就是面对中国 就是真的是好像你真的是没辙了吗 美国人你的小老弟们都表现的如此出众啊 你知道吗 真的是很出众啊 首先咱们先看一看 就是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外长 他到底想要干嘛 他又说嘛 就是说啊 这个加拿大加拿大这个巡逻机啊 然后都被骚扰啊 你不专业呀 你这危险 你这中国人你不专业 对不对 你的飞机跑到我的黄海这来了 你还说我不专业 你专业 你能跑到这来 那我中国未来要专业专业 我要不要专业的穿过你加拿大的领空啊 对不对 总而言之啊 他这个目的其实很明显 就是加拿大作为美国人的小老弟 向全世界展示一下 展示什么呢 中国人好坏坏 你坏呀 中国人你坏呀 为什么我跟大家说加拿大是这种形象 就是想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坏 你好坏坏透了 对不对 因为加拿大他没辙呀 有本事你跟中国来干一下吧 对不对 你穿越大西洋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带着你的这个浩浩荡荡的 对不对 这个天兵天将 加拿大的军人们 然后的话 来跟中国干一回啊 你能做到也就算了 他能做到吗 做不到 只剩那张嘴 你坏 你不专业 全世界都来看啊 你坏 你不专业 可是啊 哪怕你要遭见中国 你要毁掉中国的形象 你也得毁一个全面一点的 对不对 你也得拿出十足的证据 或者说你能够拿 真的是啊 就往地上一哭 表演 我好可怜 中国就是一恶霸 对不对 让成天欺男霸女 中国简直坏透了 对不对 我加拿大这又可爱 又狗狗又丢丢 对不对 我走在大街上 那中国人 这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带着高你知道吗 然后的话就拦住了我 他欲行不轨啊 青天大老爷们 替我们加拿大小女子做主啊 问题是你连这个他都演不好 记者 刚才我跟大家读这个新闻 记者就问了一句 你有没有跟魏芳和直接说这个事啊 没承认啊 我只是在跟同行会面 你丢不丢脸呢 加拿大你丢脸都丢到世界上去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就是美国和美国他的小老弟啊 对不对啊 美国的小弟弟啊 就这种形象啊 而且到现在还在嘴硬 我们在执行联合国的任务啊 联合国的任务啊 你少在这胡扯八糟了啊 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你在这跟我说 在中国周边侦查是是联合国的任务 你这这那么撒谎啊 这是面对着全世界去撒谎啊 这就是加拿大呀 大家看到没有 你说说啊 这有中美博弈里边的 我跟大家说的周边的新闻 周边的新闻能够看到就是说 中美两国周边的这些国家会如何来看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小老弟的表现 其实某种角度也代表着美国人是如何表现的嘛 对你的小老弟小弟弟表现的如此的恶劣 你来装个可怜你都装不好了 到现在对不对 你别说指望加拿大的这个军人们 天兵天将们跑过来跟中国打一仗了 你的这个这个国防部长 加拿大的国防部长 当着魏方和的面 有种把这话提出来 连这个他都不敢 你向全世界展示的什么 其他的国家如何看待美国和加拿大 会觉得你美国和加拿大 好强好硬不得了了吗 还是会觉得 我 我 我 那个字不好说 我真的是怎么瞎了眼 会认为你美国和加拿大 你们这些白人国家原来强那么多年 原来你们现在 连个话都说不好了 你连糟蹭别人都糟蹭不下来 这就是美国和加拿大向全世界展示的形象了 我并没有编排他们 这是海外媒体报道的新闻呢 这这这这也不是国内的媒体写的呀 海外媒体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你想想其他的国家人如何看待你美国和加拿大吗 这就是从这一个小小的新闻看中美未来的趋势啊 刚才跟大家说了 这是一个系列的新闻 接下来再跟大家读其他的啊 然后的话 这个啊 接下来那就是咱们亚洲的事情了 这个东西啊 我相信很多东西一看 开心啊 什么事开心呢 来自于印尼的房长的讲话呀 先跟大家读下这个新闻标题啊 印尼的房长说 我们要互相尊重嘛 但是呢要以亚洲的方式解决分歧啊 对不对啊 然后看一看啊 这个这个啊 你这个这个这个印尼的房长 他都说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 这个普拉伯沃 然后的话 这个印度尼西亚的这个房长普拉伯沃啊 他在香格里拉对话会 然后第二场啊 全会发言时说 就是向全部的人啊 一起发言 然后的话 这算是正式场合啊 加拿大那个是在会场的周边 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的 印尼这个呢 向所有人说啊 亚洲许多国家经历过殖民统治 大国剥削和遭受奴役 曾深受大国竞争的影响 二战后 亚洲许多国家走向独立建国之路 如今已持续超过半个世纪的和平合作 与繁荣发展 他说啊 中国数千年来是亚洲的大国 印尼文化深受中国 深受中国 中国啊 深受中国和印度啊 中国和印度的影响 我们相信啊 中国会负担起责任 然后因为这是他们所受的教诲 权力和领导力 必须啊 扮以仁慈啊 大家明白 我都不好意思了 各位不好意思吗 要一个印尼啊 深受中国的影响 因为中国啊 是什么呢 是仁慈啊 中国的这个权力和领导力 必须扮以仁慈 中国仁慈 真的不是好 不好意思啊 真的不好意思啊 听得我脸红 夸成这个样子 我们就是一朵花 好吧 我们就是一朵花啊 那前两天还有一些很神奇的网友在那说 中国是弱国 我们到印尼那 中国变成了 就是说啊 中国影响亚洲这些国家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中国那个什么仁慈呢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而且这还说了吗 对不对 亚洲的许多的国家 还经历过殖民 大国剥削 遭受奴役啊 我想请问一下 仁慈的中国 有没有殖民过东南亚 仁慈的中国 有没有剥削过东南亚 仁慈的中国 有没有奴役过东南亚 都没有 那这个说的是谁呢 印尼的这个防 防向啊 他说的是谁呢 应该不是中国吧 说中国是仁慈 说的是谁呢 说谁谁知道 对不对啊 总而言之 大家发现没有 加拿大的房长 那么你中国好坏好坏 印尼的房长 中国仁慈 我们亚洲 那么我们亚洲 以后要按亚洲的方法来做事 然后的话我们亚洲曾经被大国欺负 对不对 殖民我们 然后剥削我们 然后奴役我们 走到了今天 我们要按亚洲的方式来走 然后怎么走呢 我们对不对 然后的话 中国是数千年来的亚洲的大国 中国是亚洲的大国 但是中国是仁慈的大国 对不对 什么亚洲方式 亚洲方式是什么 大家发现没有 这就是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现在如何看待中美两国 可能以前不一样 但是现在改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改 未来会如何 大家自己看 对不对 很简单的新闻 对不对 大家自己看就行了 你美国和加拿大 现在是这种形象 中国呢 是什么形象呢 仁慈的形象 在亚洲这一边 那未来会如何呢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个新闻啊 然后的话啊 这是日本的 日本也是美国的小弟弟啊 但是日本的这个表态啊 我必须跟大家说 很有意思 也很好玩 日本防长和日本的首相 岸田文雄 他们表态的方式 真的是啊 真的是暧昧 让人受尽委屈啊 真的是 慢慢看 日本的这个表态 其实暧昧 也是算是暧昧的 有出处 但是也很有意思啊 咱们看一看 就日本的表态 加上日本的防长 和日本的这个首相 岸田文雄 都是如何表态呢 日本的防长说啊 就中俄的军演 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安全担忧啊 这直接点出来了啊 这个中国和俄国的军演 然后影响了东亚 对不对 然后他这个意思 大家我看 大家都很明白 什么意思 对不对 这个中国俄国的军演 好坏坏 但是啊 刚才跟大家说了 这个日本的首相 然后的岸田文雄 他说的是什么 然后咱们就赶紧读这个新闻啊 岸田文雄阐述 日本的和平愿景啊 日本将提升在本区域的外交 和安全的角色啊 然后在里边具体啊 讲了五点 咱们看看 就是岸田文雄 想要提升日本的形象 这五点都是什么 以及跟日本的防向啊 对不对 岸信夫啊 之间的这个关系 讲的话这个关系啊 这个岸田文雄的这个和平愿景 有五大支柱 日本人真的是啊 成天啊 就是什么 安倍的三支箭 对不对 然后呢 岸田文雄的五大支柱啊 行 看一看这个五大支柱啊 第一点 维护和加强 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 就是维护国际秩序啊 第二点 扩大日本的安全角色 日本安全 日本安全角色啊 第三年 推动武核武器世界的努力 然后推动武核 对不对 第四点 加强联合国作用 第五点 加强经济安全等新政策领域的国际合作 然后的话 大家 听完这五点之后啊 然后呢 在结合岸信夫的 就日本防向的 就日俄影响了东亚 这个讲话在结合岸田文雄的讲话 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没有 就是说啊 我日本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就是和平 然后的话 我要维持自由开放的这个国际秩序 然后的话 我要无核武器 我要联合国 敢帮忙 联合国帮我日本 对不对 我要经济安全政策领域的国际合作 这是岸田文雄的讲法 但是日本的岸信夫防向说啊 是中国和俄罗俄国的这个这个军事演习不好 但是大家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没有 他没有像加拿大那样来指责中国 岸信夫也没有像加拿大那样 明目胀胆的指责中国什么不专业呀 对不对 然后说你怎么怎么样了呀 他说的是中俄的军演 大家明白日本的方向提的是中俄的军演 如果没有中俄的军演 日本人就没意见了 如果没有军没有中俄的军演的话 日本人然后说的是什么 就算有这个军演 他也没有说我要反制你的军演 我要跟你中国为敌 我要跟你俄国为敌 岸田文雄都没有这个意思 岸田文雄讲的这五点 没有任何一点有挑衅的意味啊 这就是日本人的暧昧 然后他岸田文雄的首相岸信夫 然后他出来说 这中俄军演不好不好 影响了安全不好不好 然后首相出来说 首相不说中国和俄国的问题 首相出来说我要和平 我要国际秩序 我要联合国 我要扩大日本的安全 我要经济安全 日本人这个暧昧 大家听懂了吗 我不挑衅 归根结底的原因 我不挑衅 但是日本去参加这次会议 香格里拉这个会议 日本人肯定要配合美国人 说两句相关于中国俄国的话 说了暗昧夫说了 但是说的东西 你不要军演 他不是说像加拿大那样 像全世界展示 中国你好坏 你坏透了 对不对 然后加拿大是这么玩 日本人说的是 你不要军演 你影响了安全 对不对 然后如果你中国不军演的话 我暗天文雄这边 所有的东西全都是和平的东西 全都是要经济的东西 要安全的东西 这就是日本的暧昧 讲到这 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说 日本这种暧昧的表态 很有意思 日本是什么 刚才最开始跟大家聊了 日本是美国的小弟弟 对不对 加拿大也是美国的小弟弟 加拿大就是拼命了中国的好坏 然后到日本这边 暗天文雄的态度很有意思 没有任何依据挑衅的 全都是安全 全都是合作 全都是秩序 全都是经济的表达 对不对 然后日本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现在在中美两国这边 日本的态度很明显了 玩暧昧了 日本有导向美国吗 对不对 日本有导向美国 跟中国一定要为敌吗 看暗天文雄的这个讲话 刚才跟大家讲了 这是三个国家了 加拿大 印尼和日本 对不对 加拿大的态度 中国好坏 印尼 中国仁慈的 日本本身是美国的小弟弟 结果出来说 安全 合作 秩序 经济 那美国的未来会如何呢 美国在亚洲的趋势会如何呢 总而言之吧 总而言之 这就是今天啊 相关于中美房长会谈啊 中美房长会谈的一个周边的一些新闻啊 周边的新闻 我再跟大家多加一个吧 这接下来就是啊 多加一个那个美国房长 对不对 美国房长的话 总而言之啊 从美国房长这话 大家也能够看得清楚啊 也算是中美房长 然后呢 会谈完成之后的一些周边的新闻 美国房长又出来啊 讲的那个话 像面向 所有人讲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话 然后的话 他讲这个话呢 所有人会如何来看待美国人 然后的话 刚才周边的国家呀 像什么加拿大呀 日本啊 像印尼啊 总而言之 代表了一部分的周边的国家 如何看中美的关系 然后接下来 美国讲这个话 更直接可以印证 未来会如何啊 咱们看一下美国房长说的啊 美国房长这个 这个这个很简单啊 其实一句话重点 就是说 中国在亚洲地区越来越有侵略性 好硬的一句话 还是那个形象的 中国好坏 中国坏透了 中国怎么那么坏 对不对 中国坏 可是你美国房长跟魏凤和见面的时候 那个表现怎么那么的差呢 对不对 刚才最开始 第一个新闻跟大家讲过了 魏凤和的表现是什么呢 南海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你美国别挑事 台湾的问题 你美国感动 我跟你干 对不对 然后乌克兰的问题 我中国的态度是公正的 别影响中国的利益 影响了中国的利益 我跟你没完 魏凤和全是进攻的态势 美国的这个房长出来讲的什么呢 管控分歧啊 哎 保持冷静 保持冷静 我们保持通话 然后管控我们之间的分歧啊 你在里边一点都不硬 然后出来就说中国有侵略性 你想一想 世界上其他国家会怎么想 啊 你美国人直接跟魏凤和对话的时候 你硬的话不敢说 你出来跟我们讲的时候 你拼命说硬话 你是想让我们恨中国 然后替你美国人当送死的那个鬼吗 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吧 大家看到没有啊 这是周边的新闻 这是今天啊 围绕着中美房长会谈周边的新闻 趋势在哪 国家表态 其他的国家表态 都是如何表态 原来我跟各位讲 中国的目标就是先把美国挤出亚洲 咱们就看一看啊 今天讲到的这些国家 以及美国自己的态度 亚这个加拿大不是亚洲国家 亚洲国家印尼如何表态 亚洲国家日本如何表态 以及美国自己如何表态 美国和加拿大纯拉跨 纯拉跨 加拿大那边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到现在还在嘴硬啊 就是执行联合国的任务 对不对 结果呢 硬话说了一堆 记者只要一句啊 你跟魏凤和直接见面的时候说了吗 没说 这是加拿大的形象 美国的形象什么呢 见着中国人 见着魏凤和的时候 管控分歧 管控分歧 出来就是你有侵略性 你让世界上其他国家 如何看待你美国吧 亚洲的国家 你想一想 对不对 尤其是印尼的表态 那未来 美国在亚洲 还有未来吗 美国在亚洲 还有前途吗 对不对 相关于啊 相关于在亚洲 有些奇奇怪怪的岛吧 多说一句啊 有些奇奇怪怪的岛 然后大家就可以想想 岛上那些矛盾 还是矛盾吗 如果亚洲现在正在剧烈的变化 急速的转变 正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个岛上 比如说有个蓝色的政党 到现在还在亲美亲美 到最后会坑了谁 咱们慢慢看吧 昨天这算是中美的未来呀 从中美的防长的会谈 到周边那些新闻 大家应该如何来判断呢 中美的未来在哪呢 美国人早点 好好的啊 圆润的润出亚洲吧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